那么接下来第二组比赛是哪一位达人要出场了 您猜是谁啊 你看一看手卡 第二位达人郭灵 好有请 大家好我是郭灵 我来自辽宁锦州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喜欢唱歌 并且从小有个想法 能站在舞台上唱自己的歌曲 后来我就喜欢把自己内心的世界写出来 用自己的旋律谱成一首歌 所以我身边的同学和朋友都喜欢叫我才女 通过大家的支持 我成为了一位唱作人 我写歌的风格呢 歌词简单 旋律轻快 我想大家一定会喜欢 希望电视机前和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能够支持我 我没忘记你 你忘记我 连名字你都说算我 证明你一切都是在偏望 看今天你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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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城故事多文 小城故事多文 充满喜和论 若是你到小城来 这个歌不是为什么 那俄故事多文 有更多文化 我看今天有更多文化 因为我好像在哪些数分 没有更多文化 因为我还要更多文化 他的项目 我觉得你多便 就是说 还有特点啊 声音往上扬 你会讲地道的锦州话吗 郭哥 你吃饭了吗 你该怎么去啊 你在哪儿去啊 我这么多年了 我终于见到你了 真的吗 你不认识我的吗 我是你妹子呀 你这往上 后鱼扬着走是吧 对对对 好 特别喜欢唱歌是吧 对 这个想问一下 人家女孩唱得这么好 你们谁敢迎上前来 谁啊 张军雷啊 我啊 我呀 来 到前面来 张军雷这头烫得 跟机关的似的 往前来啊 我看吧 我刚才看你这个造型 我就很开心 我要留这么一头 是不是显得高一点就啊 我们先问一下啊 这个几位裁判老师 您觉得郭玲的唱怎么样 第一个问题呢 我觉得你今天的 这身衣服没有选好 并不是说你的衣服不漂亮 主要是你的色调 有可能你是想和郭老师配一下 但是唱邓丽君的歌 不能穿成这样 她的歌非常甜美而温暖 唱她的歌 一定要配一身 就是要明亮一些的 温暖一些色彩的衣服 你知道邓丽君的所有的 她的演出服里面 包括她上台演唱 她从来不穿那种黑色的东西 我是已经发自己的 自己的专辑了 然后我不是模仿秀 所以说我穿这衣服 不是为了唱邓丽君的歌 而是说展示一下 自己也是参加这个了 我就是玩开心来的 不是为了唱 邓丽君老师的歌 才能穿这样的衣服 是配合 我不是模仿秀 我没说你模仿 我是说你的 整个唱的音乐的风格 要和你的身上的服装 要搭配好 这样的话呢 才会有更有艺术的感染力 这是第一 第二的话呢 我再想说一点 就是 很多地方你的咬字 太稍微的紧了一点 或者是太重了一点 像这样的歌曲的话 我个人认为的话 一定要 发音的时候 一定要非常的松和软 这两个字的话呢 是演唱方面的技巧 今天我觉得我多说几句 因为你是发过唱片的 又自己写歌 是吧 他说你了 该你说他了 没关系 我心情很坤坤 不说了 我因为得来回说几回呢 吴先生觉得怎么样 我同意吴老师的发言 刚才他也讲这个服装和歌 如何搭配很长知识 刚才这个 他介绍叫小才女 这歌唱的确实非常的好听 几首邓丽君的歌曲 穿在一起唱 唱的确实不错 来 哪位老师 我本来从专业角度来说呢 这个你看他讲这么漂亮 对吧 然后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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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但是小妹妹 我给你提个建议啊 就是你这个性格得改一下 这个人家说你一点点问题啊 你不要马上就反击他 这个因为呢 这个吴周彤 我不是挑事啊 这个吴周彤老师呢 也是德国王仲 其实呢 他脾气呢也特别爆 这个要不是我们在这拦着 你刚才那对话 有可能就是像录不下去了 这个邓丽君呢 在我们这些中老年人当中啊 确实是偶像 吴周彤老师说的是对的 我们希望邓丽君呢 就是是那个样子的 既然你模仿他 好不好 这是善意的建议 千万别再顶吴老师 行吗 好不好 我给你出一个 有一个要求 你只要做出来的话 吴周彤那票 我整理帮你拉过来行吗 你能学邓丽君走路吗 这在舞台上 这那种来回的那种 能吗 好 我试一下吧 你试一下 就他那种突然间 但是穿着紧裙子那种 他必爱情换给我 他儿子在这儿 拦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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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吧 行了 可以了 你有点好样 带着点 我们条件 被你委屈 буд谁 务 秦 投